專注在自己的呼吸 你可以垂直坐下你的身體 尾椎一定要垂直 將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身邊 如果你是用手機去聽的話 請你用左手拿著你的手機 然後按照以下我冥想的大靈 非常非常之簡單 不需要用任何的力 不需要集中 只是簡簡單單做我的要求 好,我們現在開始 慢慢緊閉你的雙眼 看著你的眼皮 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你的眼皮 很肯定感有一閃一閃的光 有很多不同形狀的光 它移動到你頭腦的螢幕裡面 所以你不需要合眼睡 你會充分意識到 我只是想讓你可以控制看到它 然後一些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 當你慢慢觀察這些閃爍的粒粒 我們會將這些閃爍的星光 我們會將這些閃爍的星光 穿過你頭腦上面的螢幕 所有不同顏色 不同的閃光 這個是你腦部的程式已經幫你做好的 你只要想這樣做就可以 保持你的頭腦 這些小小的閃光和燈光 有小小的顏色在你頭腦裡面移動 你只需要意識到它們 你會發現 這一個就是一個避難所 避難所的意思是 你看不到你的思想 你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但是你已經離開了你的思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發生了 不需要用力 你已經離開了你的思想 你在你的思想當中抽離了出來 你是一個會思想的人 但是你不是思想 你就是這個避難所 你的思想不會再在這裡打擾到你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叫它做避難所 這個是因為你的思想不再陷入在你的想法裡面 因為你的意識已經變得很純潔 很純潔 而不是基於情緒的思維 所以它就好像一個鏡頭 這個鏡頭就是 為什麼光會照耀你頭腦裡面表面上意識的鏡頭 它開始給你一個制式 請你不要試圖去了解這個是什麼的制式 這樣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就好像魔術那樣 在這個冥想裡面 當這個冥想發生了之後 一切的事情都會以很好的方式發生變化 而當你看著你眼皮的時候 接下來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意識到你的右手 你意識到你的右手的第一隻手指 你只需要意識到它 沒錯 你只是意識到它 它會導致你感覺到你的手指有一點點刺痛 它會回應你的意識 它會說我知道了 你意識到我 所以手指會用一些刺激去意識來回答 意味著這個精神的能量會轉化為你的身體 所以由你右手的第一隻手指開始 你會覺得這個刺痛 好像它想靜靜地跟你說 OK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去第二隻手指 你需要做回同樣的事情 你亦都有機會留在第一隻手指 但是你是可以去第二隻手指那裡 它會一樣地回應你一點點的痛楚 一些刺痛的感覺 讓你知道它在這裡 你會意識到這一點 你會意識到它 已經意識到一種新的能量的影響 因為這個刺痛都是一種能量 它是一種內在的壓力的能量 現在我們去第三隻手指 用相同的方式 然後跟自己說 嗯 OK了 我感覺到了 如果你感覺到的話 你的無名指和你的背指也都會這樣做 然後你就再移回母子那裡開始 繼續這樣去做 因為我跟你說話不會說得太多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你是擁有一個淨化的意識 所以當一有東西由你身上進入的時候 都一定是純潔、純淨和美好 當你震開雙眼睛 再看回房間的周圍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這個房間更加更加明亮 如果你保持這樣做的話 再做多一會兒吧 你的身體會感覺到溫暖 你會看到你的太陽神經蟲開始打開 你會感覺到美好的事情開始發生 但這個不是必須的 只是你需要感受到手指指痛 由第一隻手指開始 到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 還有尾指 並且只要你聽到我的聲音 讓你留在這個狀態 只需要幾分鐘 我要做的是 在這幾分鐘裡面 在這個狀態當下 打開你的眼睛 你會發現你不受壓力 一切都會變得更加明亮 你會發現 你的憤怒 你的敵對行動 只會消失了 你幾乎可以原諒一切的事物 然後你會發現 你可以更加寬容 可以更有耐心 打開你的眼睛 你會覺得房間更加明亮 如果你有一些癮的習慣 無論是煙草也好 飲食或者藥物也好 你會發現你不再想要它們 因為你已經有克服這個問題的力量 有一個部分會讓你這樣做 你不需要去通過煙草、酒、過量的飲食或者藥物 因為你已經知道什麼是你想要的 你不需要在這個戰爭裡面再去掙扎 你只需要按照一個冥想的練習 每一天可能做幾次 你只需要等待 看看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你所需要做的只需要是靜靜地等待 所以當你離開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可以成為一個思想家 但是你不是思想 你不需要活在思想裡面 讓一些想法將你固體化 那你就不會再被抓住 那你現在就可以打開你自己 緩解散所有種種的問題 回復當你在一個小朋友的狀態一樣